观众朋友晚安 来关心天气 今天台湾是脱离了低压带 那么目前是在太平洋高压的边缘 明天开始就会受到了太平洋高压影响了 大气结构会再更稳定 那么整体的雨量也有减少的趋势 这代表着未来几天将会是越来越热 有机会再挑战今年的最高温 那么在银峰面的这个南高平地区 会更加热气 感受到今天的风力是有明显的变强 而在花东地区也是有极端高温出现的 台北来说体感温度也飙迫了40度 会一直延续到至少下周二 各地都会是典型的夏季天气形态 是呈现了上午炎热 那么午后山区是有局部热对流雷雨发生的 平地部分降雨几率不高 所以在假日安排活动应该是还蛮适合的 但是要提醒的是如果要前往山区 活动的话还是要留意午后的天气变化 好平地虽然是不下雨的 但是另一方面就要注意的是高温的部分了 来看到今天中午的12点40分 在花莲的复原是测到了41度的高温 那么台东长冰也是飙到38.5度 新北市新电区也是来到了有34.8度的高温 气象局也针对了宜花东还有大台北地区 以及云嘉南是发布了高温资讯 提醒大家要留意防晒的部分 好接下来是会更热的 而且是一天比一天还热 从气象局发布的这高温预测图来看到 明后两天大台北地区甚至在花东纵谷 以及在台东的滨海地区都紫暴了 很容易会出现局部37度以上的高温 所以如果外出的话要记得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 那么中午前后最好是减少在户外活动 避免中暑或者是热伤害发生 好再来看到的是降雨方面 目前吹的是新南风 不过风速不强所以不会有明显的迎风面降雨 那么看到平地基本上全天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 唯独在午后看到在山区的部分 才会有热对流发展成雷震雨 今天白天还稍微比较明显 有短时较大的雨势出现 不过在明天之后 午后的雷震雨会更为的减少 而且降雨范围也会比较偏向是在深山的区域 那么降雨强度还有持续的时间也会比较短 好来关心的是未来一周的天气状况如何呢 要先提醒大家的是高温的情况只会加剧 而且是会又干又热 今天开始上午是晴朗炎热 午后山区有局部热对流的雷雨 那么从明天星期天开始 高压中心来到了台湾附近 那么高压下沉增温作用 再加上配合了大陆上面有暖热的空气 往台湾来移动 所以各地的温度是会往上再升高一个等级 以台北来说高温预测是37度上看38度 那么体感更是会冲破到40度 而花冬地区也有可能会出现极端高温 预计在星期一星期二会是最炎热的时候 所以这几天都要有烤番薯的心理准备了 好但是到了下周三一直到周五 是逐渐受到了南方扰动接近的一个影响 预测这个天气都会有一些变化出现的 目前各国模拟城台的几率 虽然是低于50%的 但是也不能够排除 而模拟路径当中也有几条预测到 其实会通过台湾的 所以还要密切地来观察 不过要提醒的是 周四周五迎封面的水气增多 在中南部地区是会有局部短暂震雨的 要提醒您外出这要记得攜带雨具了 接下来带您关心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 首先来看到北部地区高温都有在33度以上 特别是大台北地区飙到37度 外出要记得防晒避免中暑 周末地区来说高温也有33 34度 低温是25到27度 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 往南走一点来到南部地区 高温也上看到了35度 不过要留意的是 午后在山区容易发展成雷雨 要提醒您多加留意 东部地区高温是32到35度 低温是25 26度 要注意有可能在短时间也会飙到极端高温 外岛地区高温是32 33度 低温是27到28度 最后的两件事情要来提醒大家的是 这两天都是会飙到36 37度以上的高温 外出一定要记得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了 那么在午后如果往山区来活动的话 要注意热对流发展成雷雨 提醒您要预备方案 并且出门记得要攜带雨具了 我是林佩杰 广告回来也请您持续锁定中视新闻 我是林佩杰 从生活消费政治议题到国内外的最新话题 透过镜头传递新知 我在中视带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资讯请您锁定中视的YouTube频道 同时要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